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腐白 后期制作 林恩 第三百三十五集 在冷家疯狂炼制新型丹药准备一举催垮丹阁时 丹阁 被安排出去办事的黑奴终于回到皇城了 陈寿 这是出售的几十万金凤兰草从冷家得来的真实 你检查一下 一共二百七十多万中品真实 黑奴地上储物借着 整个人有些发懵 出生自原家的他 算是见过大世面了 但这次还是让新山震惊了 接近三百万的中品真实啊 这是一个什么数字 恐怕冷家这些年积累的财富 三分之一都不止吧 冷家 作为一个经营数百年的顶尖世家 垄断大V王朝七八成的丹药销售 可以说是暴力行业了 但是呢 也积累这么多年了 才能拥有如此多的财富 可陈寿翻手之下 获得了将近两百万的中品真实利润 这已经不能用牛逼来形容了 弹指之间 几个豪门的身价 诶 赚到手了 简直是逆天呐 陈寿 我们丹阁这次也赚翻了 比原型投资至少翻了一两倍啊 卓清风也是无比兴奋 哎呀 不过呢 现在市场上凤兰草价格似乎有下跌趋势了 也不太好出手了 卓清风明显能感受到 随着丹阁暗中出货 凤兰草价格还是出现了波动 没有之前那样一直保持坚挺了 嗯 的确差不多了 秦晨微微一笑 到目前为止 冷家几乎吃下了将近一百万斤的凤兰草 他们对凤兰草需求没那么大了 而且呢 冷家积蓄消耗得差不多了 加上丹阁一只暗中放货 这一下子 最疯狂收购的两家放缓收购 价格自然慢慢下跌了 可以预料的是 凤兰草价格最高峰过去了 接下来价格还会进一步下跌 丹阁手里现在还有多少凤兰草 嗯 大概四五十万金吧 卓清风估算一下 差不多了 再慢一点 可以停止出售了 秦晨想了想 嘶 停止出售 卓清风一正 臣少 按照现在市面上的价格 这些凤兰草将近百万中品真实啊 留在手里 那可是彻底砸了 我们赚得差不多了 而且冷家恐怕也吃不下了 如果一次性放出去 凤兰草价格肯定暴跌 到时 冷家说不定会有察觉 让他们再得意一会儿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加紧炼制全新的三种弹药 等待冷家出手 秦晨笑起来 说道 至于那剩下几十万金凤兰草 先留着 我自有妙用 秦晨冰冷地笑了起来 窃起来几天 整个皇城渐渐平静了 但所有人目光都聚集在丹阁上 因为丹阁除了第一天 发售一万类新型丹药之后 接下来呢 没动静了 这让不少等着买新型丹药的武者 无比的焦急 而且 冷家和丹阁收购凤兰草的力度 减轻了不少 这让不少手中 已经囤了不少凤兰草的家族紧张了 冷破宫和冷非凡 还有诸多的冷家之人 此时有点看不懂了 这丹阁到底要干什么呀 难道新型丹药有问题 不太像啊 不然丹阁之前 不会继续收购凤兰草的 让麻兵好好探下 虽然冷家弄不明白 丹阁到底卖的什么药 但对冷家来说 这是一件好事 只要丹阁一天不发售新的丹药 那么对冷家来说 就多了一天准备 丹阁之中 马兵这几天 被卓清风安排到凤兰草处理业务上 带着一大堆的人 每天都在处理一大堆的凤兰草 他这个堂堂丹阁长老 被安排干这种 没有技术含量的事 心里自然是极为不满的 哼 等着办 等冷家发上新型丹药 你们就倒霉了 马兵心中嘲讽他 嘴角勾勒冷笑 这些个白痴 丹阁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 新型丹药配方已经被他泄露了 冷家主说过 这一单之后 他至少能得到上百万真实的回报 诶 除此之外 冷家会有一长老位置给他留着 并且将来想办法推他上丹阁阁主的位置 光想想马兵就无比得意啊 他为自己投靠冷家决定感到兴奋 一个星期之后 冷家终于储备了足够的丹药 咚的一声 黄城闹市区最繁华地带 冷清了几天的冷家丹阁里 这天早上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 冷家乃是黄城最顶尖世家 因此他们拥有的仿式 也是整个交易中心最繁华 地理位置最好的 这一声轰鸣 顿时以来无数闹市区民众纷纷看了 只见冷家丹阁门口 此时不知何时挂上了一块块红布 在门口呢 甚至布置了一个小型展台 冷家家主冷非凡站在展台上 面带微笑道 诶 诸位 走一走看一看哪 难得今日有这么多亲朋好友在场 趁此机会 我们冷家这些天强势升级店面 今日将进行优惠大酬宾 并且有全新丹药出售 诸位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呀 什么 冷截也有新丹药发售了 交易市场诸多民众全愣了 自从丹阁一个多礼拜前 发售全新三种丹药之后 整个皇城没多少人关注冷截店铺了 毕竟 丹阁三种新型丹药 价格上低于冷截宁解丹 真理丹 充元丹 可功效呢 至少强了三成 这个情况之下 白痴才来冷截店铺买呢 因此就算这些天当个没有继续出售 可整个皇城民众还爱着苦苦等着 哪怕没单要用了 也没人想上冷截买钱 而如今呢 冷截居然推出新型了 瞬间让所有人好奇起来 冷截能摆出这个架势 显然对自己极有信心呢 初手的丹药 起码不能比丹阁的差 这才会有市场 这让众人忍不住兴奋和好奇 哼 这冷截还是贼心不死啊 对面丹阁店铺所在 这里的动静呢 吸引了几个丹阁管事 一个个嘴角都勾勒出冷笑 身为店铺掌柜 伙计 他们不属于丹阁最高层 自然不清楚丹阁这几天举动 只是啊 在他们看来 冷截新推出那丹药啊 不可能超过他们丹阁的新丹药 所以呢 心里都是极为不屑 但不屑归不屑 他们还是迅速把消息传回了丹阁 丹阁之中 好啊 冷截终于要发售新丹药了 接到消息的秦晨 第一时间站了起来 眸中流露出兴奋 他等这一天等太久了 没想到冷截还真能忍 等了一个多礼拜才进行发售 这些个天呢 恐怕冷截炼制了 不知道多少回新型丹药了 定然是有备而来的 陈少 既然冷截新型丹药还是发售了 那咱们全新的丹药是不是也可以上市了 卓清风脸上露出了兴奋 得知冷截发售新型丹药之后 他完全没有任何惊慌 哎 先不紧 秦晨微微一笑 接着等 先让冷截得意片刻 正如秦晨所料 此时冷截店铺门前 冷非凡万分的得意 诸位 我冷截一向是皇朝第一担要势力 已经很多年了 前些日子 因为某些萧小势力暗算 导致我冷截遭受了巨大损失 相信诸位呢 应该有所耳闻 不过还好 我们冷截紧急应对 总算把这个难关闯了过去 冷非凡家主意气风发 中气十足 今天 在这里 本家主有一个重要的消息 告知各位 说到这儿 冷非凡顿了顿 怒道 相信大家都知道 蛋阁前些日子出售过三种新型丹药吧 不瞒诸位 这三种新型丹药 其实是我冷截研制出来的 谁知呢 丹阁也不知从哪儿得到丹方 竟然赶在我们冷截之前 发售了三种新型丹药 冷非凡说到这儿 脸上是一脸的愤怒 诶 什么 丹阁之前发售的 其实是冷截研制的 此话一出 顺势间 全场都轰动了 所有人谋冲 带着难以置信 这可是个大新闻啊 啊 但也有人 灭了怀疑 根据小道消息 凤兰草是炼制三种丹药的主材 如果真是冷截研制的 冷截恐怕早已经提前收购凤兰草了 怎么可能一直等到丹阁收购差不多了 最终才进行收购呢 更何况 假如几种新型丹药 是冷截先行联制的 为什么是丹阁先发售呢 反而冷截 他们一直没动静啊 啊 诸位或许还在疑惑 我们冷截为什么没有发售三种新型丹药吧 那是因为 我们发现三种新型丹药还有缺陷 所以没有贸然上市 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三种丹药更加完美 对我王朝武者有更大的益助 而前不久 我们冷截终于研制出最完美版的丹药了 是的 没错 今天我们冷截 将隆重推出三种新型丹药 分别是新型宁血丹 新型真理丹 还有新型冲源丹 并且 我们这三种丹药 售价只有丹阁三种丹药的九折 而且功效上 也更好一点 冷非凡 红声道 什么 比丹阁还便宜 而且功效更好 这真的 人群瞬间炸锅了 这些个日子 丹阁一直不发售新型丹药 市场已经饥渴的不行了 乍一听冷就能提供更好的丹药 而且价格更便宜 瞬时间 整个人群都疯了 但是呢 激动归激动 没看见产品之前 不少人抱着怀疑态度 冷非凡微微一笑 啊 大家的心情呢 老夫自然能理解 所谓耳听为虚 眼尽为始 今日 我们拿出三十枚三种丹药 进行免费试验 而且为了取信大家 会从现场挑选 啊 当然了 前提是 阁下必须购买过 当阁之前那颗丹药 什么 免费拿三十枚丹药实验 不愧是王朝第一丹到市里 果然大手笔 哦 难道三种新型丹药 真是冷戒研制的 否则对方 怎么有这么大勇气呢 哎呀 可惜我之前没买到啊 我就没资格试了 人群瞬间好像炸开了锅 一下子都疯狂了 哎 我买过呀 还有我 人群中涌现出上千名舞者 这些舞者一个个手捧 单格之前的新型药瓶 激动万分 上一次 单格总共才卖了一万枚 因此 买到新型丹药的人 其实数量不是很多 很多正好是在交易市场 购买东西的 而他们在借势新型丹药强大之后 一个个是无比狂热 每天都在单格店铺附近徘徊 一天甚至得问伙计好几次 都盼着什么时间 再有新型丹药出售呢 所以呢 当冷非凡提出这个要求 一瞬间 至少有上千人站了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